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WTT大满关赛事正在进行 随着张本志和伊藤美成在单打中早早出局 他们的世界排名继续下滑 现在 国拼是断层式领跑 在最能说明实力的单打项目上 基本被国拼垄断 在马龙看来 国拼最强的对手是林云如 而不是张本志和伊藤美成的对手 根据规则 本次WTT大满关赛事 冠军可以拿到2000积分 亚军拿到1400积分 季军则是700积分 国拼南单三人进入四强 分别是马龙 樊振东和梁敬坤 梁敬坤在至少能够拿到700积分的情况下 已经确定可以从世界第五上升到世界第三 利亚雨果 卡尔德拉诺与张本志和 其中 张本志和将从世界第四下滑到第五 目前 南单前两名是樊振东和马龙 梁敬坤也冲上来了 樊振东处在当打之年 而马龙虽然是老将 但状态有目共睹 女单方面 国拼统治力更强 陈梁 王曼玉 孙颖沙和王亦迪包揽四强 其中 陈梁和王曼玉会试决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女单世界排名 陈梦将重返第一 孙颖沙第二 王曼玉第三 伊藤美诚从现在的第三 江夏滑到第四 世界拼弹格局不断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国拼的强大实力 人民日报 圣赞 姑娘们都很棒 马龙作为国拼双圈大满贯得主 点出了国拼最强对手 那就是林云如 我觉得林云如的前三板 无论是发球还是揭发球 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马龙说道 毫无疑问 这样的评价 对于林云如来说非常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事 进入正赛的第九个比赛日 男子单打有两场半决赛 樊振东对阵与田信使 马龙对阵梁静坤 与田信使能打进半决赛 有点出人意料 但遇到樊振东 他也许就此止步了 马龙对阵梁静坤 也应该是悬念不大 在球迷的眼里 龙胖大战 才是本次大赛最好的结局 马龙可能不会给梁静坤机会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梁静坤3比0横扫卡尔松 大胖打出了难得一场好球 气势和技战术的运用都很完美 一改昔日和外协会球员比赛 就被打到绝境的尴尬 连央视解说都胜赞 梁静坤打得很让球迷放心 按这样的势头 梁静坤如果进入决赛 和樊振东争个高低的话 他的盛面很大 很有希望把大满贯赛 单打冠军拿在手 但世上没有如果 有马龙这座横跟在眼前的大山 梁静坤也只能放手一搏 之前 马龙以3比2相同的比分 勇琴两位天才少年 王楚清和林云如 都是在劣势下逆转 把球迷眼中必输的比赛打成赢 把不可能打成可能 对澳门冠军赛中轻取的梁静坤 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当然球是圆的 赛场上偶然性是存在的 梁静坤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否能够战胜马龙 答案即将揭晓 马龙对冠军的渴望之心太强烈 他认为国拼最强的对手 是林云如 而他的对手 只是自己 越是大赛 越是分量重的冠军 他越不会放过 期待 马龙再接再厉 再登巅峰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边的冠军中